方面来关心 封面北台 今天各地水气减少 但是午后还是要留意热对流的发展 不排除还是会有雷震雨的几率 要到明天天气才会明显的恢复稳定 尤其在周四之前 各地将会热如夏天 高温不排除飙上35度 提醒民众要做好防晒 小心不要中暑 而下一波明显的天气变化 估计会出现在礼拜五 到时候又会有封面靠近 迎封面会下雨 也不排除又会有像是刨线这样的 剧烈天气系统再次出现 太阳高挂一早就让人热到受不了 不少民众撑着阳伞不离生 全身包紧紧就怕晒黑 随着封面北台 周一上班日水气减少天气好转 但午后局部雷震雨 还是有机会发生 得等到周二天气才会明显回稳 周四前各地更是一天比一天更闷热 高温的话 北部应该有机会来到33度 甚至33度以上 快接近35度 台东大午地区甚至也不排除在星期三 星期四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焚风 根据气象局预报 周二到周四全台就像大烤炉 玩如夏天非常闷热 只有山区午后可能有短暂雷震雨 但周五北边又有封面靠近 北部东部会下雨 中南部云量也会增加 水气要到周六才会趋缓 礼拜五这一波看起来的话 整体的影响应该不会像前几天这么 这么来得这么广这么大 不过我们在北部地区还是要留意一下 如果它靠近的比较明显 而且发展的比较剧烈的话 也不排除会有比较剧烈的天气跟 比较明显的打雷现象 春天天气说变就变 会不会再有刨线巨类天气系统席台 得靠及时牵测 民众外出最好带拔伞 天热遮阳突然变天也不会凌晨落汤机 记者陈旭 山区山区台报道